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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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尊敬的顾先生 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开这样的会 老实说我也是参加过无数次各样的会 以外来说给我的初步的印象是 这是我参加的可能是跨界程度最厉害的一次 所以我当时在考虑 跟各位与会的嘉宾 来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我也想了半天 讲得太自己行当里的事 的时候有点 也有必要 那么需要是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非常感谢我们陈立副校长 刚刚介绍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漏掉了我们的身份 我现在正在江崎省上饶市 跨指或那边的市场 封管当地的这个基础教育 我实际上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官部们 能够提供给我这么好的一个 深入到最基层 相对来说又是后发地区的 技术教育的一线进行了解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今天因为跨界比较多 所以我想跟我们很多企业界 我们商界的朋友 来谈一谈在我们基层的一些 对于教育信息化的需求的一些 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触吧 所以我想能够来 跟大家谈一谈这方面 大家知道我们上个月 刚刚开完了非常重要的19大 这期中就提出了 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实际上已经是变化 那么毫无疑问 对教育领域 它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部分 那么它的主要矛盾 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按照新时代对于我们教育改革发展的新需求 我们需要在扎实地推进教育信息化 融合创新发展 并且以教育信息化来支撑推动教育的现代化 我们觉得教育信息化是可以全面地来推动 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 那么应该来说这是我们新时代的教育信息化发展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那么我们就来看 实际上我们在顶层设计的时候 可以说很多 我们在国家层面 在省层面 宏观地谈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我们中国是有无数个视线组成的 我们大部分的基础教育 都是归视线层级的教育主管部的管理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孩子最后成长 是躲不开这个环节 所以这个环节的教育信息化的建设 它的信息技术的装备 对于孩子成长的种种的作用 我觉得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所以我想让我们重点来谈 这个层面来看待它的供给侧的改革 那么我也很简单的就可以有一个逻辑 要谈清楚供给侧的改革 我们就得讲清楚需求侧到底要什么 需求侧的要什么你都没那么明白 你就去谈你的供给侧的改革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有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视线 视我当然在中国我们就指地级视 就是地厅级的这个市 现在应该是就是县级的这个社区市 因为我们中国的很多名字上 有的时候县级也有市 县级还有区 县级叫县也很多 所以大概是这个两个层面 所以我们会来看 我们首先会发现 视线两级 本级的顶层设计的力量 都不是很强大 我在基层看到很多的 这个视线两级的教育主管部门 对于本级的信息化的建设 它自己的设计历史不足的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出来的很多的新技术 要提供一些差异化的 而且要创新的 但是呢有的时候 我们的差异和创新呢 我们的很多企业是比较自以为是的 它设计出来的一个东西 它觉得这个事情你们得要 那么那边又没什么顶层设计 所以就会出现 这第一第二个因素凑在一起 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到基层很多装备 它是 它起跳太多 虽然某些秀出来的装备的这种技术感 可能很好 但是实际上基层用几天 新鲜几天 那也就 就放在那了 又不行 第三呢 实际上 中国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它的教育经费总体还是不足 比如说我们中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 投入上 还是把信息化理解成就是买装备 就买装备的钱叫投入 说买穷买维护 这个好像就有点 好像觉得要扯远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装备的一次性投入的费用 如果和中西部投错了以后 还能做到投入的话 那么后期的维护 大家知道电器设备 它的折旧淘汰的频次是非常快的 所以后面就跟不上 出很多问题 所以很多装备有的时候是放在那里放开 因为后面没有维护 没有什么 一个小小的故障 这台装备就放在那里 然后最后就几年以后当然就报复了 那么这是一张我画的需求策的一张图 我个人觉得基本上算是可以涵盖住 目前基础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解释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零一二三四五 那么六个数字 那么我解释一下 序号零到五的数字越小 就越表明这件事情越需要在更高层面来顶层 数字越大越表示它是比较个性化的 你自己弄个小公司搞搞的也可以 在第五这部分可能你就是弄点小公司搞搞就可以了 也挺好也能做就可以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是数字小的那件事情啊 是可能涵盖大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一做好了 一里头可以包括二三四 如果你做得好也可以放进去 当然你也可以不放进去 另外再去购买服务等等也行 所以大家来看 在零这个层面就是国家的 也就是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它要做的事情 那么比如说它有现在有三大管理数据 学生学籍管理 教师的身份管理和学校的数据库 然后呢它还有我们中央电教馆 代表国家来做的 国家的这个数字资源的这个整合的平台 所以我国家打个底 我国家的底在这里我都有 但是国家的底落实到具体的线市 能不能用上能用怎样的权限去用 这个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你会看 到了县市层面 我可能需要有一个基于 移动社交平台的一个智慧校软系 我能够把整个县整个市的 所有的学校的所有的数据 大部分的都能对接起来 这个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最好是不花钱 少花钱 我真的没钱 这个也是没办法 所以这是第二个呢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区域的 教研失讯评估的系统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教师专业发展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的老师可以到别的学校去听课 但是这种事情不会天天发生 我最好能够有一个在线的常态的 我听课的这么一个机会 比如像我们今天这个会 我听说也是直播的 实际上很多老师 他如果有空 他可以在网上看 他可以接受 这也剩下 能够有这么一个评估的系统 而且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系统中做得好的话 我们可以要求所有的老师 都在这个系统中 展示你的课 别的老师应该对你同行老师可以互相评 你又展示 你又评 这样子呢 既能解决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问题 就是每个老师都要学会用信息技术 也能解决 一时一有 可以可以 是等等这种评选 等等问题 各种问题都在这里 第三个呢 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特殊的边缘贫困的县语 一定在长期范围内还会找在很多的教学点 那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解决 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常态的课堂的解决 当然对于发达力学可能不需要 但是对于我们那些特殊的县语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 好 第四部分 具体到日常的课堂教学中 实际上日常课堂教学中 现在我们今天来的很多企业界的朋友 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怎么样进行作业系统的辅导 这个措题集的收集 然后用TED来给孩子们做那个事情 我个人判断 中国的中小学 这个平板电脑 或者是一纵端的这种学习 进入到每一个孩子 当然可能最后还有一些路径要走 比如说TED 每个家长都愿意出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 我相信愿意承担一个 千二八百的钱 去承担一个TED 这个好像很多家长是能够承担的 哪怕是收入不是那么高的家长 这个钱对中国的家长来说 还是可以承受的 如果这一步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话 中国的中小学生中 大规模的使用 每个人属于自己的派的 来做服务学习的 这个可能性 大大增加 如果这个事情到来了以后 实际上对于我们整个的作业辅导 工科的学习 然后大家的考试评测等等的这种智能化的东西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企业都比我更熟悉 这种做的已经很好了 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 我们短期内可能还很难避免的情况下 以想办法去提升意识的效率 也不能说错 这个也是需要的 这也是需要的 但是这个度确实要去把握好 太超过了 实际上都是用更好的方法去发展 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信息技术 教育技术发展的 最要想的方向 这个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要 好好考虑一下 特别刚刚顾先生的报告 讲到了我们教育中不变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种想法 但是现实中我们也确实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第四 第五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里可能更能够体现出 我们以后中小学改革的一些趋势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图 这是一个需求策的我的一个分析 那么需求策呢 我们现在发现 一个就是说需求的结构和均衡 那么然后呢 解决方案的探究呢也是不足的 然后呢 反退啊 也有问题 有的时候 就不上话 我给你的不是你要的 你要的 我给不出 这个问题很多 还有呢整个的持续的长项的建设行为呢 也是相对缺乏的 我就说我们在基层啊 大量存在 来的钱一锤子砸一下 然后连续几年又没钱 然后汤汤又来一下 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 这个呢只有通过一些政策的一些 更深层次的改革 这可能还真不是教育主体改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个想法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我们如果从供给策来考虑 我们必须考虑的是 一个呢还是要分类统筹一下 哪些供给策主体 因为供给策主体你要分类 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家主体来动 它有很多很多的类型 比如我也会有张主 那么以便呢来揭入体制内的这个教育 第二点我是非常强调 我觉得我 我想很想给我们的企业界的朋友 我个人觉得你现在继续坚持做闭环的 这么一个时代正在 正在逐步的失去 正在逐步的失去 可能现在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现在崛起以后 你看成功的互联网企业 基本上都是开发来对接的 我们想想八九十年代王安怎么死 对吧 实际上就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我也见过很多企业来跟我谈 它往往就是说要做成一个闭环 我也在乡村某些县里 看到很多用的半喇不喇的闭环的系统 我说这个系统为什么不用了呢 说那个公司不支持了 我说为什么不支持呢 我们没钱贷买服务了 他就不管了 或者那个公司又倒闭了 也可能也比较小 又转行了 不干这事了 这个系统就烂在那里 也没人用 就这么回事 也有这种事情 还有呢 我一直觉得对于我们大均洛要运动的 必须是低成本低门槛 低成本好说 最好不花钱 我肯定是愿意 低门槛这件事情一定要想明白 我们如果要面向县发达地区 面向后发地区 面向中西部地区 我们大量的农村的老师和家长 他应该来说是更容易接受到第一门槛的 你给他弄个太高大的 太复杂的东西 几下子就烦了 我们现在用智能手机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一个下载的一个玩意 如果太过复杂了 我几下点不下去我就烦了 高应用 我们都这样 对吧 更何况我们其他的这个 如果说还不是搞这个专业的 还不是搞信息技术的人 那其他的以后更搞不下去 还有呢 我们这些数据 最后都有一个治理的目的 后台都是可以做很多的分析 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个安全的问题 也有一个隐私的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能够对整个管理和教学 能够两方面都能起到作用 那么还有呢 就是对于在中国的 广大的需要推广的事情 我们可能首先还是要 有一点试点 有一点案例 这确实也是一个中国经验 你看我们中国 能够全顾推出的事情 往往都是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然后才能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 有一些企业是 例如在平台段的 可能有一些企业具体的是 做一些教研私讯的平台 可能有一些企业 就是做一些同步课堂 等等这些技术 还有一些很微小的企业 就是做一个具体的一个 我这么分 不见得很合理 因为这里头很多企业是跨界的 它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我只是把 我认为这个企业做的 最宏观的事情 就把它写在那个格子里 可能写在一个里头的那个企业 它也能做二三四 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都能都去写 大致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 可以往下次盖 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一个航档 这是一个航档 在这个航档中竞争也非常激烈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我们作为供给侧的企业 要找准你的位置 就是你到底是干什么 你越往数字大的地方走 你可能越可以闭环 越可以精致 越可以做深 如果你越往上的地方走 可能你越得开环 越得开放 越得不同互联方面 可以花更大的多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当然实际上在这些企业的后台 还有一些硬件的企业 专门做显示器的 专门做投影的 专门做电脑 都有 这些都有 但是实际上这些呢 可能可以被认为是 互联网家教育的目前 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一部分 我也只能说是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每一家人家 如果想进入这个行当 就要想清楚的 你的 在你的供给侧中 我这个企业扮演哪个角色 我对应的基础教育 是哪一类客户 是我以后要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判断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中国的教育的现代化 实际上是 别打错了 中国的教育的现代化 是离不开中国的教育的信息化 那么信息化呢 这件事情呢 一定是要包括把 欠发达地区的教育都搞好的信息化 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 那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现代化搞成了 才能说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做成了 否则我们不敢讲这样的话 所以呢我想 中国的教育信息化来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 特别表现在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化的建设上呢 这个任务还是很重的 那么所以我在想呢 最后我想总结的就是 实际上我们是要知己知己 我供给侧的 我要知道是谁 我需求侧的 也得知道我要是谁 然后呢我要找准定位 我到底是安排在 我自己在这个两张图中 我是在哪个定位 我是一所学校 还是我是教育局长 还是我是省厅的教育厅长 还是我是一个具体的老师 我要有自己的定位 我是一个小企业 刚刚开始起步 作为两个小软件 我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企业 我要提供整个平台的服务 还是我是一个特殊的技术 很强的企业 我就提供某一种具体的业务服务 比如说语音翻译 就是我的最想象 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3D动物 3D动物 就是我最想象 或者是一个AR 就是我最想象 那也行 关键是你要找准定位 那么找完定位以后呢 我觉得就得你得去自己去行动 你要回到你自己 回到你自己 你要去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去抱怨人家 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信息化 现在进入到了19大以后 我们教育部也提出了 我们教育信息化 是进入了2.0时代 也就是说回顾 我们改革开放 78年中央电脚馆成立 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 可以算作是教育信息化的1.0时代 那么从19大以后 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融合创新的 这个2.0时代 所以这个行业 我个人觉得也是大有可为 而且国家从体制内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 一定的投入 我相信是只会增不会减 所以这个行业还是非常欢迎 我们更多的企业能够来考虑 为孩子能够它的学习 它的成长 通过信息化的手段 来帮助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 这本身既是一个产业 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业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关注这个行业 那我在基层呢 实际上还是非常希望看到 更好的更多的产品 虽然我也看到了一股 但是老实说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达到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这个视频是功德无量 任重道远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